到底韓市長做錯了什麼 他到底做錯了什麼 我請問你們大家 摸把手放在你良心上 去自己問自己一句話 手放在你身上 其实实际上我一直很想 跟你们一直想办法要联络上 但是今天好不容易终于联络上了 所以想来谈一谈 讲一讲我的心里面的感受 关于是说 我其实是从七年前 几年前七年前我才从美国回来的 然后我当初会去美国是因为我的生意 我当初以前在做国际贸易 那我去美国开分公司 然后七年前因为我的父亲 往生生我母亲 那所以我才回到台湾来陪我母亲 做一个最基本的为人 做一个为人子 进一个为人子女的孝道 其实我没有见过韩国瑜本人 我也没有缘分 也没有幸运可以去跟他讲话 但是我回来的时候前几年 我在新闻上面看到韩国瑜 在立法院跟台北市议员教主民主 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 高嘉瑜吗 不是男的 王世坚 对王世坚 北农世坚 对对对对 我看到他们两个在对话 我主要听到韩国瑜韩市长他讲了一句话 公司赚了那么多钱 这个下属员工这么辛苦辛劳的 卖力的做了一年的工作 公司既然赚到钱 就一定要去抚恕 发给他们工作这些奖金 去犒赏他们 可是这些议员呢 甚至像王立坚还骂他 那时候还骂韩市长蔡虫什么什么的 我实际上觉得 韩市长当时他讲的一句英文 英文就光这句 It's over my dead body 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就让我感受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一个人可以这样大功无私 不为自己而去照顾下属 现在这个世代是很难得可以见到的 这样的人格 这样的品性行为 就已经很让我赞赏 所以他这些很简单的行为 我就很相信这个人 绝对不会为他自己 去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所以他这一路走来 连他竞选高雄市长 到他出来竞选总统 说真的 我因为我的生意的方面 我现在目前生意方面 所做的现在这个生意 我每天睡觉时间都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去参加造试 问我想不想 我很想 但是我去那边 去那边 我真的能够帮到什么呢 而且我做的生意是良心事业 说真的在选前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的问题 在选后呢 其实在选前还没有投票之前 我也认为这个 韩市长应该可以当选 中华民国 台湾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 然后我们台湾人 台风机码都可以有救 但是开票出来之后 就如我当初 我所看到那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当然是国民党的不团结 其实最主要的是 就这些像吴敦义啊 有一些这个他们上比较高阶的 一些有心之事 所以造成今天的结果出来 其实很多现在选举后 很多人都在批评 有些人在批评 我也看到网络在这边 不管是真的还假的 甚至我在 我现在讲一个最直接最简单的 我最不能够接受的是在 结果在电视 开票结束之后 结果出来那一天晚上 国民党一位无姓议员 他居然批评韩国瑜批评到 批评韩市长到那边一句话 什么话呢 他说 谁叫韩国瑜一定要出来选 选总统 这一句话我当时在家里 我就破口大骂了 我真的就破口大骂了 我说这样的人 讲的不好听点还算是人吗 真的还是人吗 在这个时候 在这种节骨眼里 居然这样子若紧吓死 而且你还是国民党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讲 国民党没有救了 但是我们反观一句话 反观一点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请问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 金门 澎湖都好 大家 冷静去思考一件事情 民进党会不会想要去 摧毁 亲民党 会不会想要办法去摧毁 其他的党派 没有吧 只想摧毁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很清楚一件事情 国民党存在的一天 就是他们危机的一天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说 国民党要把它放弃掉 虽然国民党做了很多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们应该给他支持 我讲这句话之前 但是我想讲一句话 情人不要误会 我无党无派 我不是国民党员 但是我以事实来说 最真实的事情来讲 国民党以后 他们的发展会如何 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眼下 中华民国的希望 你们觉得 寄存在哪里 只有一个人一个党 就是韩市长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 除非韩市长 从今天宣布以后 他以后绝对不参政 那当然 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市民 那我也没办法说什么 国民党 如果真的有一天不见了 那当然也不用讲 中华民国在我的观念里面 还是要靠国民党来救 最主要的 要靠韩市长来带领 在我个人的观感是这样 很多人 现在也有很多人 也有些人说 韩市长像一些名嘴啊 不管什么 很多人都讲说 韩市长应该要负起责任 韩市长当然也有错 或许我的想法跟看法 我所看到的 我的观念比较肤浅 但是我想请问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到底韩市长做错了什么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请问你们大家 把手放在你良心上 去自己问自己一句话 你说他错了 好 请你告诉我 他错在哪里 就像那位国民党吴议员 他说 谁叫韩市长 一定要挤破头皮 出来当竞选 我请问一下 那时候 所有的情势 大势所趋 除了韩市长 谁还可以代表 我们全中华民国 这些老百姓的心声 还有谁 告诉我还有谁 那你们说韩市长错了 我告诉你 我只承认一点错 就是他是国民党员 这是他的最大不幸 但是他没有办法 可是你们大家有没有 你们口口声声说 韩市长爱与包容 爱与包容 你们都是他的追随者 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再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爱与包容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一个人 在现代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 已经2020年 我们不要说2020 推回五年前 请问你们 还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像韩市长 这么大公无私 无我 完全为民 为人 这样子无我无私的奉献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出来一位 台湾今天的问题 存在因素很多 我说实在的 年轻人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因为国家的教育问题 这是我最认为最直接的问题 造成今天年轻人他们的观念想法 也造成今天选举所有一切问题 所在 我觉得台湾以前是 在我 从小 我很爱这个国 我自己的这个国家 台湾人以前是很厚道的 真的很厚道 而且讲是非 讲道德 可是现在你到街上去看 把你的眼睛打开打亮一点 你去看一下 真正会讲道德 讲是非的 有几个 现在很多 我现在 我说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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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也 不知道多少年 没讲到 谈到问题 不管是谁的 都会大家都会有一个借口 在他的立场 我请问你现在 什么叫做在他的立场 是就是对就对 错就错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像有一个网红甚至讲了一句话 1450 他们今天为了生活去黑韩市长 其实为了生活也可以原谅他们 你们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我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这样是对的吗 为了自己可以活 而去毁掉一个人 去抹黑一个人这样是对的吗 这还有道德心吗 还有是与非吗 我甚至在听到一个网红讲说 中华民国国号都可以改 我真的听得很痛心啊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真的到底怎么了 我听到你们这些年轻人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到底怎么了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们的根在哪里 这个国家在哪里 全世界我走遍了不知道多少国家 你去放官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说 换人执政之后要去改国号的啦 独立是因为是某一些区域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 他们本身就没有国号 所以他们独立之后 他们去改了国号 可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你们怎么可以因为再用 因为要搞一个独立战去搞一个 把这个国号改掉 我真的非常不认同啊 你打死我都不认同啊 就像我现在做的生意一样 很多人都劝我 我的很多客户 有些不懂的也都劝我 不需要做这么累 但是我告诉他们一句话 那种没良心的钱我赚不下去 我真的赚不下去 我年纪大了 我能够做多少我算多少 我今天做这个生意 我做我的生意让人家买回去吃下去 他的健康有好处没有伤害 我赚的钱安心理得 就好像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一样 全台湾全中华民国 我想请问一下到底怎么了 韩市长错在哪里 我告诉你真正错也有 就是他讲实话 他讲太多的实话去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 这些人为了一个小我 为他们本身的一个感受 而把这个大我就是这个国家 前途完全放在一边 这么自私 人要说好听话去骗人 我告诉你很简单 谁都会说 但是问题里 你所做出来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 很简单 你像吴敦英霞讲的 他把他自己放在部分区 他可以当立法院院长 可以帮韩国瑜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对 可是真正你们去回想一下 我请问一下吴敦英 立法院长真的一定要你做吗 你年纪多大了 你看你在做所有他这一阵子选前选后 被外界抹黑到这个 他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 有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做人真的要有点良心 我们不管怎么样在旁边 你们年轻人在旁边看到那些流浪猫流浪狗 你们都很爱心 为什么你们看到一个人这么拼命的在喂国家 你们却降无尽上尽天良的 不论是不计是非的这样子 也不知道是在哪里 对与错 光听 外面这样子 网路这样子 引导 你们就这样子去搞 我告诉你 我姓佛 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你们所尊严做的一切 以后不要后悔就好 我只想奉劝你们这样子而已 但是希望你们大家还有 将来能够真正认知到 明白一件事情 今天能够有韩市长 真的是中华民国的福分 是真的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福气 我可以坦白这样告诉你们 我也不要讲民进党如何 谁怎么样如何 大家睁着眼睛去 自己去感受就好了 但是韩市长到底错在哪里 在讲说他买房子的事情 我请问一下 他如果有本事去买房子 买一个豪宅 就算真的是一个豪宅 又如何啊 他是用去偷去骗去抢的吗 没有嘛 对不对 而且他完全依照法规在走 这有什么好批评的呢 你们到底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我请问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还有你们没有在国外真正生活过 在国外真正发生过事情过 我可以告诉你们 有一些人 我们台湾人 中华民国的百姓 在国外发生事情 还真的都是中国 在大陆那边的外使馆 帮助我们的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中华民国外交官 他们在国外都做了什么 请他们写一个报告出来吧 给大家看啦 做了什么 你们没有经过这些我的人生堪堪苛苛 我看了很多啦 我也看了很多啦 就像韩市长讲的 我的人生也不多了啦 我只想奉劝大家 民变是非啦 不只是你自己的福气 也是中华民国的福气啊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想问一下何大哥 因为你有说 希望能够上这个马赛克吗 因为我不想出名 好不好 因为我不是要为了要出名 就这样子 有点生股 小伙子 还有人生股 有点生股 未经许可 多年生股 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